这说明 这消息根本就不是真的 分明就是 许天霸他耍了大家 接下来肯定有更大的动作 你要小心一点啊 我知道 如果有必要的话 干爹 帮你去找点关系 别 爸爸 你已经付出很多了 我不想让你再为这件事操心 其实对付张继啊 比对付天霸总会要容易得多 张继 他并没有很多雄厚的资金 到时候你只要想办法 让银行抽到银根 我相信他撑不了多久 爸爸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之前 我们努力地打压张继 让他的金银看起来很不善 如果这种情况让银行知道 那银行抽他的银根 就容易多了 不愧是我的女儿吗 是爸交得好 好了 那既然都已经计划好了 就赶紧赌手吧 嗯 注意安全 放心吧 爸 好 这些是张继最近的一些货运交易情形 你想办法把这些资料传出去 最好再放一点他们求助的假消息 好 我知道 这件事情一定要抓紧 免得夜长梦多 如果等到张继和天霸准备联手的话 那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嗯 要想办法制造他们之间的矛盾吗 从爸爸给的资料来看 天霸总会和我审慎他们之间的关系 并没有决裂 嗯 这说明他们之间有我们想象不到的关系 我觉得 我们与其花时间去调查这个问题 还不如把力量放在击败他们上面 小姐言之有理呀 喂 张继云 什么 真的 好好好 那我立刻就去 有我妈的消息了 我现在就过去 那我立刻通知少爷 小姐 你等等 不用了 我先去 你帮我通知他们就好 小姐 小姐 红叶吗 一样 和地方 琪小姐 嗯 要不我们先回去吧 等支援的人来了之后 我们再回来 可是 那 我妈呢 小姐 爹 那我们走吧 就这么多小走了吗 把女的给我带走 是 干吗你们下 过来 走 走 让开你 你来给你 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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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们要干吗 你们要干吗 别紧张 我们只不过是想跟 红爷要点小钱 你想勒索我 说勒索多难听啊 我想红爷也愿意 花点小钱 来赎回他家姑娘吧 这钱没了 可以再赚 这命没了 可就什么都没了 我想 如果我这争拿钱来 估计也赎不回 我这条命吧 如果你们拿到 自己想要的东西 还会放我走吗 龙若爷 有没有人跟你说过 人往往太聪明了 都命不长了 反正都已经被你们抓了 这生死 也是由你们来决定的 我还不如畅所欲言 吐个痛快得了 哼 你倒是想得挺开的啊 想不开又能怎么样啊 这事 我已经落在你们手上了 有一个问题 我始终想不明白 你们为什么 会拿我妈的消息 来聘我出去 这自然有人指点了 有人指点 谁啊 你们都给我看住了 欧风都给我紧点 不要乱说话 听见了没有 喂 喂 你们别走啊 救命啊 喂 嗯 嗯 给 喂 这封信没有什么特别大 只留下了付款信息 我担心的是 我把钱送出去的事 若云 就没命了 虽然对方说的是 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可绑架这么卑鄙下流的事情 都做得出来 他们还有什么不敢 红叶有什么想法 是一处突然 虽然我已经派出了所有人马 四处寻找 可到现在都没有任何消息 李队长 你派出去的人呢 我跟胡帆失去了联系 得到确认后 我让可玄立刻去查 相信不久之后 应该会有消息 就目前这个形势看来 违京之计我们只有等了 好 怎么样 找到人没有 还没有 一定要找到人 继续找 是 付队 付队 在这儿 你看 胡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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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他们 我 往那里去了 好 放心吧 我会去追的 红燕 李队长 李队长 据我所知 像是铁头啊 你还是到铁头所在的地方 去打听一下 也许会有消息 好 我现在就派人去找 汤儿 我们找到洪小姐被关的地方了 找到了 在哪儿 陆云她没事吧 我们的人怕惊动到对方 所以不敢太过靠近 但是的确有人在外面巡逻 我 通知大家准备出发 好 我跟你一起去 你也去 咋 小心点 放心吧 爸 等我好消息 走 喂 都谁都 警察 别动 快走 老只 什么事 如云 快救红小姐 快救红小姐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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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云 如云 老实啊 别动 子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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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带他走 如云 快走 走 快 追 走 别动 快点 不许动 快走 快点 快追 快追 这边 快点 站住 走 快走 你没事吧 走 走 快走 不 快走啊 如云 我不 我不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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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这边 李队长 你怎么样 李队长 李队长 若云 若云她 就交给你了 我不 走 还愣着干吗 快送她去医院啊 我来背她 走 走 坚持住 走 走 走 洪小姐 今天的事情 我现在没有心情跟你说这些 你 若云 走 走 走 你醒了 若云 你醒了 若云你没事吧 对不起 你哭什么 都是我 都是我太冲动了 所以才让你受伤的 保护你是我心甘情愿的 对了 爸知道了吗 嗯 跟爸说了之后 他就想赶过来 但是 我怕爸在路上危险 所以就没有让他来 啊 啊 子昂 都怪我 都怪我 如果 我当初听了李队长的话 如果我没有出去的话 你就不会 若云 别这么说 你一直都做得挺好的 要不是他们 用你妈做借口 你也不会上当 啊 难道他们把你妈也帮走了 不是的 我和我妈 失散了十五年 突然 当我得知 有人知道我妈的下落之后 我激动之余 就行动 且思考了 啊 可是 我总觉得这件事情 一定是和张继有关系的 为什么 因为 知道我在找我妈吴翠萍的 根本就没有几个人 起初 我还不确定 他们是不是因为看了寻人启事 还是 有别人通知他们 我去试探的时候 他竟然告诉我 是因为有人指点 知道我家 这些情况的 就只有我叔叔一家人 你叔叔 你 所以你是 张若云 李队长 我是李刚 李刚 李刚 你真的是李刚吗 真的是我 真是没想到 我们会在这样的情况下相遇 你 你真的当上警察了 是啊 卫强呢 他是不是也当了警察 他人在哪儿 已经 这件事情 说来话长了 改天 我再慢慢跟你说吧 你 你 你怎么就变成 红若云了 哥 你别乱动 你起来干吗不叫我呢 妈 疼吗 没事 没事 要不要叫护士啊 不用啊 把水放进去 把水放进去 没事了 我先走了 哦 冷不冷 不冷 不冷 没事了 看你 受伤了还乱动 喝水 喝水吗 不用 瑞鱼 要不你也先回去吧 回去 跟爸说说话别让他太担心了 明年天亮你再过来 嗯 嗯 我也是应该回去一下 跟爸说一声 面得他太担心了 对 你看我 我刚才 刚才应该让李队长送你回去的 那干嘛呀 坤叔就在外面了 而且还有很多留守的警察 你呀 你呀 现在都伤成这样了 就不要管这些事情了 好吗 你的事 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如果你什么都管 什么都操心的话 那我就不回去了 行 我休息 自己照顾好自己啊 爸 若芸 爸 我对不起你 你在干什么 我让子昂受了伤 让你担心了 这不是你的错 来 下下下下 大家没事就好了 子昂没事吧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 医生说 休养一段时间 就没事了 好 没想到 这些人竟然能下这么毒的手 爸 他们对付我就算了 总是这样对待我身边的人 还拿我母亲当借口 我真的没有办法原谅他们 真的没有 若芸 冷静 得沉住期 这都什么时候了 怎么冷静啊 你瞧我怎么冷静 那我一切不是告诉过你了吗 越在上面 越是要懂得人的道理 你现在已经乱了心思了 不要乱下决定 啊 爸 我很清醒 若芸 人只要有感情有渴望 它就会有弱点 你现在最大的弱点 就是你母亲和你弟弟 而且是被敌人洞悉出来的弱点 以后类似这样的情形 还会有很多 你要好好考虑考验 想清楚再做 嗯 知道了 好 爸 这段时间 我想都去医院陪陪子昂 所以洋行的事情 要麻烦您了 没事 交给我吧 好了 去休息吧 哦 爸 我已经要坤叔到医院去陪子昂可 你也累了 休息去吧 去 那你也早点睡 嗯 嗯 好了 哇 画得真好哎 希望你能当个好警察 谢谢你 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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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天霸总会那边有动静 什么情况 听上头人说 他们鬼鬼祟祟的 在瑞济洋行附近的仓库出现 一天之内两次行动 这天霸总会胆子也太大了 通知兄弟们立刻行动 是 都给我老实点 别乱动 嗯 嗯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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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天霸总会的人 这里是案发现场 爸 如果我失手打死你 我只要写份报告而已 而且我这把警 特别容易走火 要不要试试看 是 我是天霸总会的人 带走 快走 走 你先把人带回去 我去找天霸总会讨个说法 爸 怎么了 爸 没事 受了点伤 李刚这次真的要搞死我们 李刚他今天也去了 去了 我刚到不久他就去了 这个李刚他到底要干什么 他为什么总是跟我们过不去啊 爸 我也不知道 我想他一会儿就会找上门来 好 你先赶紧去处理一下伤 来 站住啊 站住啊 怎么回事 坤长 警察局李队长来了 好 请 李队长 大家光临 有何贵干哪 这么晚都不休息 真是辛苦了 徐队长 我这么晚没休息 还不是拜你们天霸总亏所赐吗 你这话什么意思 别打哈哈了 徐队长 让我猜猜看 是不是以为袭击瑞计成功 所以心情特别好 袭击瑞计 你这话我怎么听不懂啊 听不懂 好 那我就废话少说 我现在就以猎人勒索 商人截货的罪名逮捕你 还有许正豪 你说我掠谁了 我又截谁的货了 你的手下铁头 意图绑架洪若云 接着又有人袭击瑞计洋行 李队长 你真会开玩笑 这些事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哎呀 我今天一整天都不舒服 我都没出过这个大门 你给我戴这顶帽子 有点不太合适吧 堂堂天马总会的会长 怎么会亲自出马 再说你身边不是有个伸手脚 要见的许正豪吗 你说的这些事 那有证据证明吗 李队长 你哪只眼睛看到是我了 我就不明白了 李队长 您大晚上的不睡觉 三番五次地跑到我们天霸总会来 你想干什么呀 爸 李队长是不是想在我们天霸总会上谋个差事呢 不然我们就给他一个副会长 我还可以告诉李队长 保证比你在警察局里赚得多 你的废话太多了 你的废话太多了 伤口还在流血呢 流点血算什么 一个男人流点血算什么 我告诉你 我刚才 哪个刚才 是刚才在仓库吗 怎么不说话呢 心虚了 我心虚什么呀 我说的话你会听吗 我是你局长啊 真是太巧了 刚才有个逃跑的劫匪 手臂刚好也为我打伤了 李队长 你说这话也得过过脑子啊 你是猪啊 所有手臂上有伤的都是一番啊 那你说 你的伤怎么来的 我告诉过你 我刚才不小心自己抓的 我跟你说那么多也是浪费口舌 徐正好 我告诉你 你不要太嚣张 你说什么 我嚣张 我嚣张还是你嚣张啊 是你李队长一次一次 来我们天霸总会 一次一次来我们这儿捣乱 一次一次没有证据 我告诉你 我累了 你不累 我都累了 我跟你实说吧 今天被抓的人 明说就是天霸总会的人 你怎么解释 他们说是天霸总会的人 你就信啊 我说是洪瑞的 你信不信啊 我还告诉你了 我和我爸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 手底下人做的我们也不知道 你少把你们那些屎盆子 往我们脑袋上扣 你知不知道 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 推得一干二净 不过许会长 你还是得给我回警局一趟 凭什么 你谁呀 你说带我爸走 我爸就跟你走 你听清楚了 你还白费力气了 你们宋局长还是会乖乖地 把我爸送回来的 告诉你 李队长 做什么事情都要讲究个证据 李刚 想什么呢 我说错了吗 没说错 你还真的提醒我了 不过你给我记住 不过你给我记住 我一定会找到证据的 我发誓 到时会让你心服口服 等你找到证据了 我第一个心服口服 好 不送 我说 我说 儿子 商要紧吗 没事爸 没事就好 李刚他刚才说我们天霸总会的人掠人勒索我 有这回事吗 爸 我看他那样子好像不是假的 嗯 要知道 洞洪若云 那就是和洪瑞过不去 铁头他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呀 洞洪若云不是件小事情啊 可如果是底下人做的 我们不应该不知道啊 是啊 是啊 大哥 大哥 这么晚了 急着让我把兄弟们都叫过来 什么事啊 李刚刚来找我说 说我们天霸总会的人在外面敲诈勒索 你们大家都知道是谁干的 那个李刚 什么事都往我们天霸总会的头上塞 当我们天霸总会好欺负是不是 铁叔你说得非常好 为了自清 我建议你 你天霸总会就不要掺和这件事情了 让李刚来处理就行了 你说什么 我听说 李刚已经抓到人了 而且知道是谁的手下 为了证明不是会长所干 所以我们不插手此事 把我们天霸总会的人交给警方 那我们天霸总会的人面子往哪儿搁 我不赞成 你不赞成啊 铁叔啊 你是真为天霸总会的人着想呢 还是另有原因 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啊 铁叔你的反应我也没有点大了啊 嗯 我知道了 话里有话是吧 你是说我对天霸总会有异心是不是 我告诉你 李刚已经抓到人了 而且 那些人里面确实有你铁叔的手下 我听你放屁 我的手下怎么会做这种事 有本事拿证据出来 行啊 我不乐意这么去做 啊 我想李刚也会很开心的 你别拿警察来压我 爸 您看这事怎么办 好 我以邦规之行 如果我铁头没做过这种事 我看少爷这三刀六断你怎么还 行了 行了 你们都闹够了吧 我许天霸还没死呢 你们一个个都自以为是 铁头啊 你也太过激了 大哥 我从小就跟你 对你是忠心耿耿 少爷他现在怀疑到我的头上来 我能不激吗 正好啊 你看看 你把你铁叔都急成什么样子了 爸 怎么办 全听您的 我没意见 正好 你去哪儿 来 喝 嗯 铁头啊 我们有十多年没这么喝酒了 是啊 大哥 自从天霸总会发达了以后 我就越来越站不到大哥身边了 哎 哎 铁头啊 我只不过是天霸总会的会长 但是 我也是你大哥 啊 大哥 喝 嗯 喝酒 啊 大哥 今天的事儿是我对不住你 我让大哥为难了 大哥知道我接私活儿 碍于兄弟情面才没阻止我 哼 我知道 不过大哥 我知道我做得不对 但我也是为了天霸总会着想 那洪若云一再欺压咱们天霸总会 难道咱们就这样被他们压着打 哼 我说你小子还是孩子还没长大呀 啊 你性子还那么糟啊 我告诉你 你要这么做 那洪家他更有理由找我们麻烦了 知道吧 好好想想 也对啊 哼 大哥 我敬你 嗯 干 你看 大哥 你别怪我多嘴啊 我觉得少爷是越来越不听话了 你不让他和那个女人来往 他偏要跟他来往 你看看 今天他逼我认罪的时候 根本没把大哥你放在眼里呀 你说 正好他最近到底在想什么呀 这 这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以我看哪 正好毕竟不是大哥亲生的 总是不一样啊 就算你再怎么心疼他 最后还是不把你当回事啊 那你的意思是 大哥你可得好好提防啊 免得最后养了一个白眼狼啊 哼 那个红金莲可以利用一下 大哥不是说了吗 咱们真正要对付的是 红瑞 是 你说这个红金莲 他是一次次的想利用 哼 我就不顺着他 不顺着他 咱们不是 顺着他 咱们是利用他 这女人 心够细够狠 能想出比咱们还狠的毒招 好 头儿 头儿 资料有问题啊 有什么问题啊 没问题 那你整天望着资料发什么呆啊 没事 只是新房而已 算了 算了 可学 是 我问你啊 就说 假如 你心因已久的一个女孩子 突然出现在你面前 而这个时候 你万万没想到 在他身边还有一个还不错的男的 确实还不错 说下去啊 然后你会怎么办 我啊 我无论如何都会试一下 不是怎么知道有没有机会啊 那么你不觉得这样做会破坏别人幸福吗 他们结婚了没有 应该没有 既然没有那就大家都有机会啊 你想啊 如果那女的很爱她的男朋友 她绝对不会动摇的 如果她喜欢上你呢 只能说她们的爱不够深哪 有道理啊 你遇到她了 遇到什么 其实早就遇到了 只是一直不知道洪若云就是张若云而已 这么巧 你竟然遇到了 放胆去追啊 说得容易 她现在什么身份 我现在什么身份 不知道的人以为我要攀龙附凤了 再说她身边已经有一个还不错的洪子昂了 但是你等待了十五年 现在让你放弃你甘心吗 好 慢点 张嘴 好喝吗 嗯 怎么了 我怎么了吗 没什么 只是昨天 你跟李队长相认 我才意识到 我们已经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十五年了 是啊 当初我刚到洪家的时候 总觉得 自己连一天都撑不下去 哦 李队长就是李刚这件事 你干爸提了吗 你都伤成这样 我还哪有心情啊 昨天 压怪就没想起这件事 再说了 也不是什么大事 这样可以吗 如云 你说当年李队长给你的东西 收藏了十五年 如果那是你想追求的感情 就勇敢地去追 藏哥 你 我以为 那个时候不一样 李刚没有出现 可是现在不同了 我不希望 我不希望将来你后悔 我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总之 我不想伤害你 也不想伤害爸爸 我哪有那么脆弱啊 你了解我 我不希望在感情的世界里 会参加一些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 报恩的想法 藏哥 干嘛 干嘛用这种傻兮兮感动的表情看着我 我又没说退出成全你什么 好吧 我只是希望 这一次可以 不因为任何理由 任何事情 单纯的 为自己做一次选择 单纯的 为自己做一次选择 对 人生 就是为了做选择 每个人选择都不同 接受不同的人生 就像十五年前 你选择留在我们家 我才用了你这样一个妹妹 但是 这十五年来 你背负太多的东西了 寻找家人 报仇 回报我们家的恩情 这些都会左右你的想法 所以在内心的感情上 我希望你的选择 是单纯而快乐的 对你这么一说 真的好像觉得自己的命特别惨似的 没关系 我不后悔 因为 这毕竟是我自己的选择 可是我看到了会心疼的 十五年了 虽然我真的不曾忘记李刚这个人 但是你知道吗 昨天我和他见面的时候 我却总觉得一点都不真实 这十五年的时间 可能我变了 他也变了 当雨水滴起你的眼里 那是我思念的眼泪 当风而吹过你的发迹 那是我牵挂的牵挂的梦雨 回忆被穿起 淋淋笑语 淋湿了雪梦的足迹 在风雨滴过你的思绪 你 告诉你 你到底 在哪里 就要走 你 你 给你 你 你 Avec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